大家好,我是老默 今天咱们分享太古饼的做法 口感松酥香甜 做法简单,看完保证一学就会 首先咱们需要准备花生碎 30-40克 面粉准备300克 面粉最好用低筋粉 没有的话中筋粉也可以 小苏打加上2克 先把这几样材料搅拌匀 加上白糖70克 白糖的量大家可以自由调整 不一定非得要这么多 突出一点点甜味就可以 准备鸡蛋30克 搅上一个鸡蛋 其实目的就是让它里面的组织变得更松 鸡蛋一定要事先搅拌匀 猪油准备150克 一定要注意好量 千万不要太多 太多了过于油腻 咱们做好之后它的口感就发生了变化 而且操作的时候特别容易碎 那就比较麻烦 冬天用猪油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速度要快 不然猪油容易凝固 搓匀之后 准备80克温水 加水的时候一次性不要加太多 还是分次加 控制好这个面团的硬度 因为面团软一点硬一点 做出来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留意一下 咱们和好的面团能够揉而不散 这个状态就是最好的 然后咱们放在案板上要继续搓一下 把里面的油或者是面粉块 一定要给它搓匀 揉的时候跟咱们正常揉面团是一样的 作为用点力也不怕 因为咱们这个面团它不会碎 如果和好的面 怎么揉都不成团 容易碎 那个状态就比较适合做陶酥了 揉匀之后直接收拢成团 再把这个面团放到面盆里 咱们需要盖上保鲜膜 饧面10分钟左右 这次不需要很长时间 只是让它吸收油分 差不多醒了11-12分钟 咱们直接把面团拿出来 放在案板上 然后把面团在上面轻揉 这个力量不要大 因为毕竟是油酥面 咱们如果搓得特别大 它里面很容易空 所以在搓的时候 咱们像这样轻轻的往后拉 把它搓成细条 搓好以后下出剂子 这个剂子大小自己定 今天做的是60克一个 下好的剂子不要着急制作 再次盖上醒面15分钟 让整个面团变软下来 咱们再来搓就更轻松 煎好以后 咱们可以单独把它揉一下 也可以直接放在手上搓成圆球 但是一定要保证 表面不要有裂痕 光光的就OK 像咱们做好之后的成品 它上面没有裂纹 中间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用保鲜膜盖住 防止风干 然后把这个剂子 直接按成饼状 也可以直接用擀面杖来擀 也是OK的 这个可以稍微大一点 薄一点 这个厚度尽量控制在 0.5到0.8厘米左右 不过分厚就OK 另外大家要注意 尤其是中间部分 尽量让它偏薄一点 因为里面有小苏打 还有鸡蛋 怎么做好之后 它会完全鼓起 这个不要担心 全部做成咱们画面中 这样的大小 然后刷上蛋液 刷的时候就一点点 装饰一下就可以 最后撒上白芝麻 或者是黑芝麻作为点缀 这样就OK了 预热烤箱 上火160 下火150 烤的温度还是一样的 咱们烤的时间 大概在25分钟左右 这个饼做好之后 大家不要着急吃 一定要晾凉之后再来吃 它就呈现一个松酥的状态 掰开之后 里面就像这样 比较松散 用手一搓就碎 就是这种状态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动手试着做一次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